因為你自己也在拍這個 美食的YouTube 就是怎麼樣才能把這個色香味 拍到這麼極致啊 因為你可能要取景各個角度 那東西放那邊 時間已久可能就冷了 其實我自己因為有做過那個 鴻門家宴的評審 所以有參與過 所以我就在想說 我自己在看的時候 就會一直觀察他們有一些細節 譬如說他們第一集的比賽 他們所有的參賽選手 都要做兩道菜 可是其實評審一起分享一道就可以了 所以他們其實同步私底下 我的意思就是他們得 都要準備更多的食材 給拍攝 就是我們看起來 觀眾看起來是很流暢 是很線性的 可是其實背後的剪接啊 這些是很多功的 然後前兩集就有很好看的亮點了 其實就是一般烹飪比賽 都是線性的一路比下來 但是他是跳著剪接的 他會把 譬如說我們兩個都做中菜 他會故意不管時間 就把我們剪在一起 做出觀眾的那種 哇靠原來 這兩個都那麼接近 對 就是評審吃到一半 然後吃我的是一半 也吃你的是一半 對 然後就不知道到底誰會被淘汰 其實他們在現場 根本就不是同時間吃的 如果你去看他的計時或什麼 或者是我們兩位可能都是做法國菜 他就硬要把你剪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他 我覺得已經完全超越我對電視節目 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神作 就我常常看到的 我們都同行嘛 我們看的時候都會一直想說 他怎麼有辦法把這一顆也拍出來 或者是他那個眼光裡面 有淚光一秒而已 他也捕捉得到那個瞬間 真的 對 那怎麼讓觀眾感受得到 喔這個看起來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們聞不到嘛 對 所以喔首先那個東西看起來好吃 一定就是要有專業的美術團隊 然後我覺得還有另外一點 我自己很好奇啦 我不知道他們評審有沒有訓練過 就是 他咬下去幾秒要給出反應剛剛好 因為要賣個關子 這很清楚 或者是你們有沒有發現 他們都吃得超大口的 對 就是很多人會說 哇看這兩個評審吃飯也吃得很香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設定到那麼細 或者是靠剪接把最後這個呈現出來讓 就是大家都非常買單 太猛了 因為你說 你先說 我只是想接著分享 我裡面有一個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的第一名喜歡的第一名 是 是那個學餐媽媽 喔 我們也跟觀眾提醒一下 就是 學餐媽媽她是一個 應該是她兒子幫她報名 她是一個在學校服務15年的 營養午餐的一個chef 她英文就叫school chef 然後我第一次看到她 我就直接 露臉 你是不是講一講要上個 我就直接要 我跟你說 我一看到那個媽媽跟她的菜 我還沒看她講什麼 我就直接先去拿好兩張衛生紙 我就覺得 這個我等一下一定撐不過去 我絕對會噴累 後來咧 我就是大哭啊 我想 我每次看到我就覺得 讓她過 讓 真的不 你就很感人嗎 我很想看你 就是 那就是怎麼會各行各業 大家覺得厨師 你就是fine dining 你韓國中菜 怎麼會有營養午餐的媽媽來 揪心啊 揪心啊 我覺得他們早餐菜真的很厲害 對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的 也是一個 好像你是韓國當地料理的媽媽 無菜單 對啊 無菜單 對 刀背如流 那個也超紅耶 那個媽媽也是 就是她只要一上台 我就要先去抽衛生紙 就是真的太感人了 然後她 那個媽媽後面有一集 是要做出 微微爆雷啦 但不影響淘汰什麼 她要做出對她人生中 最受影響 最神的一道料理 哇 我一邊看 一邊在查首爾機票 就是我就真的 我要去吃那個阿姨無菜單